- 做新鮮的耶? - 去一個便當 - 台灣的小籠包 嗨!大家好,我是霍兒 有沒有發現我這一集的鼻子紅紅的? 因為我昨天剛爬完富士山回來 然後今天呢,我和翔平一起來逛逛這個Yokohama 表演一首,敲擊戰 - 你不睡嗎? - 我不睡 - 我睡啊 -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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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是什麼? - 這個是什麼? - 噢! - 噢!我知道加在米飯裡面的芝麻 - 是! - 噢! - 噢!不是芝麻 - 噢! - 噢! - 劇本人都這樣吃嗎? - 對! - 超好吃的 - 噢! - 噢! - 我剛剛錄影的時候發現一件事 - 就是我這個螢幕怎麼好像 - 就是有一個光線怪怪的 - 因為我在爬富士山的時候 - 相機有點不小心掉到地上 - 所以就是有摔到一個裂痕 - 不過它是保護貼 - 所以等一下再去買一個新的保護貼就好了 -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焼肉Like - 就是它這邊的肉很豐富 - 然後它這個醬一定要選這個辣醬 - 剛才就是香檳說這個是韓國的辣醬 - 覺得非常好吃 - 而且它的湯也很好喝 - 還有它的泡菜 - 很便宜 - 然後又有小塊大碗 - 你不要學我嗎? - 香檳他點了一個牛的內臟 - 它叫什麼? - 厚魯蒙 - 厚魯蒙 - 厚魯蒙 - 然後他說這個是很好吃的 - 日本人都會喜歡吃這個 - 這個 - 它冬天的時候也會在家裡煮火鍋 - 嗯 - 可是看起來好像不知道欸 - 看起來好像是不好吃 - 看起來怪怪的 - 對 - 但是很好吃 - 對 - 經過大概10分鐘了 - 然後翔平說現在都可以吃 - 可是我以為是硬硬的欸 - 看到它看起來是軟軟的 - 就是QQ彈彈的感覺 - 你看 - QQ彈彈的 - 你確定這樣已經是熟的了? - 對 - 真的熟了 - 你吃給我看 - 好好 - 你吃給我看 - 有熟嗎? - 好吃 - 好吃 - 好吃 - 它覺得非常好吃 - 可是我覺得 - 可是我覺得 - 好像口香糖喔 - 軟固固固的 - 軟固固的 - 也就是 - 爛爛的 - 那種 - 怎麼會這樣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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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人跟台灣人 - 我自己不習慣日本的這個 - 有個內障 - 現在想要去搭空中纜車 - 我都還沒有坐過空中纜車耶 - 讓你們看 - 那邊有一群人正在工作 - 然後那邊有一個人在釣魚 - 好好笑喔 - 這個畫面好反差喔 - 今天的風也太大了吧 - 我們走到了這個Yokohama Air Cabin - 這裡 - 可以上去開吃沙 - 染車喔 - 昨天爬完富士山 - 今天在爬這個樓梯 - 大腿超痛的啦 - 這邊是買票的地方 - 然後如果是只要坐過去的話 - 只要一千塊 - 來回是一千八 - 這樣是一人一千日幣啦 - 就是因為我們只要坐過去到那個 - 紅磚長庫那裡 - 現在上來裡面了 - 欸我覺得他蠻棒的 - 就是他剛才有問我們 - 你們是幾位幾位 - 他也有問別的客人是幾位 - 他不會把我們跟陌生人 - 就是排在一間 - 因為他就是問我們幾位 - 我們說兩位的時候 - 就是他就是 - 就專屬給我們兩位 - 就這樣一個空間 - 哇 - 這裡面還有冷氣耶 - 超棒的 - 超棒的 - 橫濱的空中染車 - 先搭車到JR櫻木町站 - 東口出來就會看到Air Cabin空中染車站 - 這個是在2021年誕生的全新設施喔 - 全長約有630公尺 - 單程約5分鐘 - 染車的最高點達40公尺 - 車廂的整體為玻璃製造 - 能夠從空中360度欣賞港未來的景色喔 - 還可以從櫻木町站做染車到紅磚倉庫 - 超方便的啊 - 橫濱港未來港未來21 - 位於日本橫濱 - 是透過市中心部分地區的 - 再開發建構而成的海濱都市 - 重建計畫的目的是想要增加日間的就業人口 - 同時也希望引企業進駐區內 - 重建計畫的目的是想要增加日間的就業人口 - 重建計畫的目的是想要增加日間的就業人口 - 重建計畫的目的是想要增加日間的就業人口 - 開發 - 剛才從那個染車坐下來 - 走出來之後這邊就是 - 這是什麼 - 港未來 - 港未來的這個建築物 - 它這個裡面很多有百貨公司看電影的地方 - 這裡面好大自然的感覺喔 - 還蠻多像日葵的 - 還有種其他各式各樣的花花草草 - 紅磚倉庫就在前面 - 這裡是有一些可能快枯萎的阿雞鯊椅 - 繡球花 - 白癡齁 - 白癡齁 - 這前面一堆紫色的花超美的 - 欸你說一下這是什麼花 - 等一下 - 白癡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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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 好 - 橫濱這邊有港口 -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艘還蠻大的郵輪 - 就是 - 它那時候好像是 - 疫情期間 - 也是有一些感染病毒的人 - 有被安排到那個 - 駕駛裡面去隔離 - 現在到了紅磚倉庫這裡 - 登登 - 欸它好大喔 - 它好大喔 - 哇 - 我以前都沒有來過這裡欸 - 綠嘛 - 紅磚 compra 祥坪說這個餅乾很好吃 它這個就是裡面很像那個有夾心餅 這樣子 這個台灣也有啊 就是佳樂福啊 這個是什麼啊 我也不知道 我還想說我要等他解釋 在JWGO的時候我也不知道 這個是什麼 燒賣 喔燒賣 對 看不出來是燒賣店 有喔看到了 這裡有燒賣 然後這個也是燒賣 那我現在溫哥華打工的餐廳裡面 也有蝦仁燒賣 超好吃的 做新幹線的人 買這個便當 喔 你說做新幹線會買這個 對 在上面吃 對 那不是很香嗎 很香 但是這是文化 喔 這裡面還有餐廳耶 不只是一些手工藝品 然後還有一些各式各樣的餐廳 哇賽 你們看 它那個雞在裡面整個這樣在轉 它有在動 第一次看到真的烤雞 現在我們出來 然後再去對面的另一個紅磚倉庫 走到一半看到地板有這個燒賣 它這個裡面的紅磚是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的紅磚 就是保留起來做紀念 然後現在是就是這裡的紅磚倉庫呢 是已經改造了之後 就是重新建造的樣子 它這個紅磚倉庫裡面 居然還有這個很久很久以前古代的這個鋼筋 這個也是真的耶 我剛才說這個檸檬看起來很好吃 可是想聽說這個一定不好吃 它覺得會很好吃的是這一個 這是日本人推薦的唷 很好吃的伴手禮 上來二樓 二樓好像也很棒 橫濱的紅磚倉庫原本是作為保稅倉庫使用 倉庫有1號館還有2號館兩座的建築 分別竣工於1913年和1911年 保稅倉庫使用到1989年之後就空到現在囉 其實算一算紅磚倉庫也有30多年的歷史了耶 這間店好酷喔 它專賣一些國外的卡通人物的一些周邊商品 它還有這個巧克力糖果的 零錢包吧 藝人藝人藝人 祥平它有養一隻薄梅犬 很可愛的小狗 然後它現在想要買這個狗狗的雨衣給它 也是這個美博國旗 然後這邊超超超好笑的 就是它這個logo不是自己的運動品牌嗎 但是它這邊改寫The Dog Fest 好酷喔 我看到這個東西好酷喔 它是放零錢的一個小錢包 然後有這個Wendy's 這應該是560年代的爸爸媽媽 阿姨叔叔阿貝 他們都會知道的這個Wendy's 好像以前在台灣也有一些連鎖餐廳 然後你看它那個小鈴錢就可以放在這個裡面 後來1號館作為展示空間 2號館作為商業的設施 加上與附近的工廠和公園的結合 這裡成為了橫濱港未來21地區 具有代表性的觀光景點之一唷 因為紅磚倉庫位於港口旁邊 這裡住進了許多國外來的商品 可以看到有歐洲、北美和其他國家的東西 可以說是充滿異國風情的商場 如果想要買紀念品回去的話 紅磚倉庫非常推薦唷 這裡有很多的青蛙 然後我剛才想說 這個青蛙的功能是幹嘛的 好像看起來也沒有怎麼樣 但是翔平說 就是青蛙的日文叫做什麼 開爐 就是開爐的話也是一個回來 對 就是你回到家回來 然後可以放在家裡門口 歡迎你回來這樣子 這間是一間土耳其的店 它這個咖啡杯坐得好高級 好浮誇喔 我們現在要去中華街 因為剛才吃的東西好像那個吃燒烤嘛 有一點渴 然後去中華街看看那邊 有很多的飲料 想要介紹他那個塔比歐卡 走到一半實在是太渴了 因為這天氣還是有一點熱 然後我們看到星巴克 我直接拉他進去喝星巴克 他們內用的那個冰拿鐵的杯子 看起來好高級感喔 我從來沒有用過這個內用的冰拿鐵杯 第一次用 而且剛才才給我們這個試吃的 音點是什麼 Pitch Flappuccino Pitch 再講一次 Pitch Flappuccino 中文是什麼 Tauz 喔水蜜桃 Pitch 對 所以這個是Pitch裡面的ice 看起來好好喝喔 嗯 我剛才喝了一口 它超級甜的 裡面那個水蜜桃很好吃 就是非常明顯水蜜桃的一粒一粒這樣子 但是 超甜的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是 中中的時候 初中是國中喔 畢業旅遊 喔 因為他住那個艾滋縣 所以他們的學生的畢業旅行 來到東京 東京 啊 我知道了 你們看這個向日葵 它沒有太陽照的時候 因為現在已經下午四五點了 啊那個就真的這樣耶 哇 以前在教科書上學的 我現在是真的第一次看到 在這邊吃這些中華料理 超多樣的 然後無限吃到飽 一個人 三千多人 日幣 台灣的小籠包 這真的是台灣的嗎 因為 在這裡其實蠻多是 中國人開的 台灣的店家 就是 標榜著台灣的名字 但是其實裡面老闆是 大陸人 我跟祥平說 這個黑糖的珍珠奶茶 好煩喔 GoPro一直上 這個會很好喝 推薦他去買來喝 這個黑糖好多喔 看起來很好喝耶 我剛才喝了一下這個珍珠奶茶 就整個味道都是一樣的 但就是珍珠是不一樣的 台灣的珍珠是QQQQ的 但是這個珍珠是有一點 硬硬的 感覺好像就是冷凍的珍珠 這樣子 還是有差別的 大籠包 這邊還有 台灣的剉冰跟台灣果茶 剉冰長這個樣子 而且好多日本人都來買喔 感覺大家都很喜歡台灣的食物 這邊又有一家小籠包專門店 所以到底要去哪一家呢 小籠包專門店跟 台灣小籠包 你覺得要去哪一家 不知道哪一家才是真的好吃 我真的 我是台灣人我也看不出來 這個包子好可愛喔 看這個上面還有做一些裝飾 咬下去一定超可愛的 算命館 我也不曉得日本算命準不準 你相不相信算命 不相信 為什麼啊 我相信自己 可是我超相信算命的 我還去算塔羅牌 還有去算什麼通靈 花了好多錢喔 我剛才 在那個 算命的店 就是看他那個首相 然後我在看的時候 那個 他看我好像應該就是 華人 然後那個 店員就出來說 你好你好 我們也有中文老師 我本來想說 如果我去算命的話 都是講日文 我也聽不懂 結果他居然跟我說 他們有中文老師 然後我想 算了算了我還是趕快走好了 因為祥婷想要吃小籠包 所以一直在找哪一家是真的好吃 我真的我也不知道 走一走在這邊找到了一間 這個王府井 他這邊有寫一個台灣美食 然後那邊有那個賣小籠包 我想要選這一間 因為呢 他跟那個鼎泰峰的樣子有一點像 我現在在溫哥華打工的那個餐廳 也是小籠包店 他也是有這個玻璃 然後裡面有人在現場包給你看 做給你看 就是很透明公開的感覺 所以我決定 帶祥婷來嘗試這間小籠包店 胡椒餅 胡椒餅 我們決定買了六個小籠包 八百八日幣 然後再買一個胡椒餅 這邊還有賣台灣秘魯 我發現他們這個好像蠻道地的 還有賣這個蛋黃玉丸 然後還有豆花耶 這裡還有雪花冰 我相信這個應該真的是台灣人開的店 你看還有這個黑糖塔比歐卡 這個胡椒餅我覺得摸起來就是軟軟的 有點偏小 還沒有像那個饒河街夜市 就是那麼的硬硬扎實的 你剛才吃這個胡椒餅覺得如何呢 很好吃 廢話當然很好吃 他說就是裡面有烤肉的味道 就是要有那個炭烤味才好吃 沒想到他這個小籠包是這樣子裝的 我以為會是有那個一籠一籠 那個應該是室內的 我們現在室外吃是這個樣子 這裡面會有湯 然後他還可以加醋 還蠻好吃的 只是那個皮可以再薄一點 會更好吃 但是這整體來說算很好吃了 那我還是覺得景泰風的是最好吃 中華街停車場 他連那個扛棒都做得好中國風喔 你看那個上面整個屋簷 好厲害喔我的媽 現在來到摩天輪下面 已經7點2分 好美喔 因為他有那個夕陽 變得更黃了 然後那個摩天輪亮燈 這個時鐘好大 現場看 我覺得還蠻壯觀很漂亮 在這邊就有講到世界最大的時鐘 有沒有剛才就是說這個 他這個真的 這樣看現場看真的好壯觀 因為那個時鐘真的好大喔 這裡除了有摩天輪之外 還有一些小小像夜市的那樣子 遊戲餐飯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恐怖的遊樂館 都可以在這邊買門票進來玩 啊 啊 哇~~ 喔嚕嚕 欸?上去怎麼講? 喔嚕... 上去 欸?可是上摩天不是那個 喔... 上去...上去 對!天啊我的日文真的是... 耳耳毛 Cosmo Clock 21摩天輪身高112.5米 被認為是橫濱的象徵 最多可以容納480人耶 乘坐15分鐘的車程 上面有百萬顆LED的全材燈泡 可以變換大約1670萬種的顏色 白天可以欣賞橫濱的壯麗全景 到了晚上的景色與白天完全截然不同喔 如同珠寶閃閃發光的城市 我個人非常推薦 一定要在晚上來搭乘一次摩天輪 因為真的非常的漂亮 前面有一台直升機飛過去 現在這個是用 嗯... iPhone14的手機拍的夜景 會比較清楚 超漂亮的啦 好ads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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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好 好 好 這樣 他為了我拍影片 我轉到這裡的時候他就頭蹲下來 好好笑喔 在這裡的時候 pada天外 我已經時間到了 你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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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整天在橫濱的小小的旅遊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一定要按下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下一支影片再見 拜拜